你愿意嫁给我吗 我愿意 你不是一直都看不起我吗 说我是土豪 你不要看不起废 我有能力 让他少分头二十年 得到他想要的一切 你们 都给我等着 拿不到五十万 我大不了 我嫁女儿 妈 说什么呢 孙玥 你和馨儿当初决定了婚 我也同意了 可是现在情况有变化 这五十万 关系到你和馨儿的婚姻 关系到我儿子的幸福 关系到我们宁家的颜面 馨儿 你也是这意思啊 我不是 鸩儿 你看今天 我家真是遇到事儿的 帮帮我吧 不是 馨儿 别人不知道 你还不知道吗 我上大学的钱 都是我爸妈找别人借的 为了这次婚宴 你妈说不能让别人看不起你们 我们全家花光了所有的积蓄 才办到五星级大酒店的 馨儿 我现在是穷 但是咱俩在一块七年了 这一路走来多不容易啊 我的能力你肯定是知道的 对吧 我跟你说过 我要 我要给你幸福 给你未来这些都是真的 但是馨儿 这需要时间 馨儿 能不能体谅体谅我 馨儿 馨儿 这也不是我的意思 她毕竟是我妈妈的 馨儿 你说啊 这些年 只要你说让我办的 我全都办了 但是你冷不天叫我今天 拿五十万出来 我做不到 馨儿 你说今天这婚 咱还结吗 馨儿 五十万 我给你拿去 不准去 馨儿 我今天就要你一句话 如果我拿不出这五十万 你还愿意跟我虽然结婚吗 馨馨 你别闹了 行吗 虽然 你们俩这么多年感情了 我求求你们 你们能不能把所有的事情 先放一放 过了今天再说呢 虽然 五十万我给你凑 你们也这么多年感情了 你们也这么多年感情了 你至于这么为难她吗 你至于这么为难她吗 为难 谁不为难呢 现在 他们闭上门来了 我也没办法 我也只能逼你 我只能逼你了 我只能逼你了 你别说了 我都贴不下去了 我都贴不下去了 那是你儿子我的事情 跟我姐没关系啊 我不能因为我的事 把我姐的婚事交黄了 我都想好了 这个钱我自己负责 我就是砸锅卖田 我借钱我也会把这份子钱凑足的嘛 你说得轻松 你自己能解决 你能解决 傻子妈能闹上门来吗 既然 把话说开了 我也不怕街坊邻居笑话 虽然 你今天拿出五十万 这婚礼 就圆圆满满地给办了 要是拿不出 别怪我 我也没办法 妈 你说什么呢 孙燃 你就服服软 跟她妈低个头 把今天过了再说 遇上这种人家 虽然 我知道你为这感情付出很多 但说实话 我付出的也不少 你说咱们结婚没房子 我一句不都没有说过 咱们租过 连租的房子的墙都是我亲手刷的 每次回你家 你妈妈都给我刷婆婆的威风 我都认为 洗衣服 端茶倒水 每一样都是我做的 你问问我爸吗 我们家的洗衣机我动过吗 今天咱们结婚 遇到我家有事情了 你就不能帮我吧 你就不能帮我吧 喂 行 我知道了 你们尽快过去 酒店来电话催了 所有人都到了就查得了 该说的我都说了 该做的我也做了 你做决定 你为什么就不能替我想象 你替我想过吗 吹吹吹吹你吹病啊 这婚 你是不打算结了是吧 隋然 是不是连你现在也要逼我 隋然 你别担心 这五十万我一定给你凑出来 王露露 我们父亲吵架跟你有什么关系 王露露你爱我吗 我知道 这些年你一直都喜欢我 不过呢我就是个穷光蛋 我没房 没车 也不能给你一个风光的婚礼 但是只要你愿意 咱俩现在就可以去婚礼现场 你愿意嫁给我吗 孙杨 你别一起用事 快冷静一点啊 孙杨哥 我都说过 这是我的事情 不能因为我的事情 把你们的婚姻搅黄了 王露露 你说什么呢 你愿意嫁给我吗 我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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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管有什么矛盾 咱们过了今天再说 霍露露 快快快快 给我给你收拾收拾 咱们撤到他收拾 孙杨 是 今天我妈这么对你是她不对 我跟你道歉 但我觉得咱们俩在一起这么多年 你应该对我是有所了解的 你也应该是相信我的 就像我信任你一样 你觉得我为了五十万不跟你结婚 虽然你想过没有 如果是为了钱 我会选择跟你在一起吗 你知道我等着天等了多久吗 你怎么忍心在这一天这么伤害我 你怎么忍心在这一天这么伤害我 滚 你们俩都给我滚出去 你心里省省吧 你别装什么高尚 你又如何如何好呢 白雪公主的水晶星 那都是你自己的美梦罢了 这么多年来 你一直把自己当女神 你已经习惯了所有人都重心拱越地对待你 你不是一直都看不起我吗 说我是土豪 你们家真可笑 为了区区五十万 你就把爱你这么多年来的男人去逼走吗 聂心 我告诉你 你就认命吧 你就是 我告诉你 从今儿起 王璐璐就是我的妻子 我不允许任何人伤害她 对了 阿姨 我应该感谢你 谢谢你成全我们 我还要告诉你 你不要看不起菲尔 我有能力 让她少分头二十年 得到她想要的一切 你们 都给我等着 走 我们走 让开 让开 你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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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면别耍我 我怕我 reich小松 你爸 野异念 你 我不过 你 我